画面上可以看到 红灯亮起 大批行人走在斑马线上 从右侧正要通过路口 这时一辆白色轿车 却突然冲了出来 完全没有减速 直直撞进人区 三四个人当场被撞飞后 腾空翻滚 重摔倒地 车子才停了下来 后方路人全都吓坏 赶紧往回走 警消火速到场处理 被撞的行人 痛得倒在地上鲜血直流 消防队员赶紧替他们 检查伤口后送医救治 肇事的驾驶也在当场 被警方带回警局训问 可以看到 肇事的51岁黄姓驾驶 面对远警直问低头不发一语 原来他是喝酒上路失控闯祸 惊悚事故就发生在 新北中河区景平路与景安路口 丹马线上的行人 如同保龄求平般被撞飞 路过的民众吓得精神尖叫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访问 白色轿车打风玻璃严重碎裂 引擎盖也有撞击痕迹 争气意外共造成五人受伤 至于详细的车货员和肇事 赔偿责任还有待警方 进一步调查